那我們進到我們這個群組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邊的話 現在教跟學的部分 OneNote翻轉學習平台 翻轉學習現在應該大家都很常聽到對不對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有什麼比較好的工具可以來使用 一般來說 我大部分到很多學校我都發現一件事情 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大家都不怎麼喜歡 因為不管老師還是同學 老師覺得不好用 同學覺得教作業麻煩 好 雖然也方便說上傳作業不用再拿老師 可是總是他還是覺得 我只是來這邊教作業而已 對他來說 這個平台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對不對 大部分的情形都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希望說 其實今天我們介紹OneNote 可以讓大家感覺一下 可以改變一下班級的上課氣氛 好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 在OneNote它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跟Google的整合 或者說網路上的資料 這些資源整合得很不錯 那原則上 如果以後老師 您要使用OneNote的時候 其實資料並不是放在所謂的OneNote上面 而是您自己的教材資料 可能是來自網路上的 可能是來自哪裡 可能是來自YouTube 對不對 網頁 甚至是您的雲端硬碟 等於說 教材是掌握在您自己的手上 OneNote只是做一個呈現 幫你做整合集合這個地方而已 所以以後其實這樣老師在管理教材也比較方便 而且我今天有再問過了 就是我們學校也有什麼 就是Google貸款信箱 有沒有老師已經有申請了 同學都申請了 老師怎麼可以不申請 因為這個信箱 我們等一下教材裡面有 但是我特別把它整理起來 您用您這個 就是一樣是登入Google的帳號 好 來 老師您不用那麼近 我可以放大一點 就是一樣是您的那個原本學校帳號 但是後面改成這個GM 就是Gmail 好 那密碼應該是跟 我剛問過同學 是跟您的原本的密碼一樣 對 您就是在Google的頁面就直接登入 打完整的就可以 那請問空間多大 對 這樣這樣 不知道 也是對的 因為無限大 對 因為我們一般的是15G嘛 以前教育的是30G 那後來前幾年它全部開放 就是全部都變成無限大 所以老師您在放教材 有沒有比較不用擔心了 對不對 好 問問 那它跟它 現在那種 跟那個 Classroom 到底有什麼差別 喔 跟Google Classroom 是不是 差多了 Classroom 我必須說它現在 只能交作業跟發布訊息 互動的功能很少 所以其實 如果說您真的要用Google Classroom 來做 可能跟學校數學學員平台差不多 所以效果會比較差 但以後它也許會再更好 好 因為它功能會有慢慢在伺服 可是就是 沒有像我們現在用的這個 OneNote 那麼多 等一下我們會一起看到 會一起看到 那這裡呢 所以 OneNote 一個好處就是 它本身只是提供這些統計資訊而已 它本身並不儲存您的所謂的教材 這些資料 好 那再來呢 它也可以做所謂的線上測驗 政治投票 繳交這個也有啦 好 這個也有 那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夠的提高 跟同學所謂的什麼 互動的機會 而且是看得到的 所謂的看得到是怎麼樣叫看得到 我拿今天 就是我在學校上課的這個情形 我上課的話都會請同學先預習 比如說我們會告訴他哪一堂課上什麼內容 然後呢 我給您看一下 我會先公告這樣子 在這邊 就是會告訴他每一堂課要上什麼內容 做的範例 我還會請去年的我來 教他們一下 因為我錄影很多年了 去年的我為什麼不能教他們 可以啊 所以錄影不是只對同學好處 對老師也很有好處 因為有些東西我又不小心忘記嘛 不常用的話也會忘記啊 對不對 以前我 有些時候我還發現以前我講得比較好 哈哈哈哈 真的 然後呢 上完課 我都沒有讓他們吃隔夜菜 通常我都同一天 下午或晚上我就會把上課錄影 就跟他們講已經弄好了 就是整理好 其實我平常上課就像您剛剛看到這樣 就是邊走邊錄啦 事實上他們在上的過程裡面就可以看了 只是我會整理好之後再通知 因為有些同學會沒有來 沒有來要告訴他們我們上什麼 對不對 這很重要 好 他要補課 補救教學自己看 OK 那比較重要的是我剛剛講的 除了這個是比較單向的對不對 我告訴你而已嘛 可是我們能不能知道同學到底學習情形如何 你看我現在已經上到第四堂 第五堂課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第三堂的 每個同學學習的情形有沒有都看得到 看得到 真的 他學習的時間多長 打勾的 兩個勾的是他已經完成的 完成的百分比在這邊 因為我們上面有教材嘛 教材 然後呢 我有一些屬於互動的 線上練 就是隨堂練習的 點進去看 我可以看到每個人有沒有通過 因為我是設通過一定要是百分之百通過才行 所以一定都會通過 可是他也可以繳無限多次 那我們看他繳了三次才過 我們可不可以知道他回答的過程 當然是可以的 你看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前兩次 因為我只有四題而已啊 前兩次只答對百分之七十五嘛 那我要知道說他為什麼只有百分之七十五會答對啊 所以呢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一下 百分之七十五好 我來看 他是哪一題答錯的 喔 最後一題答錯了有沒有 他答的是哪一個選項有沒有都看得到 欸 這樣我就知道說同學他不懂的觀念是什麼 那這是針對個別同學 你說要看整班的 我還可以看什麼 依題目顯示的 就是我從題目來看 欸 回答這個的百分之五十三 那沒有答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 在這邊 這都還好 這邊都答對的 好 看這裡 欸 竟然有一個同學是回答是 所以我就知道大概多少比例的同學 他可能不太了解 對不對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看的話 是不是大家老師在跟同學之間的 這種所謂的資訊交通交流就比較多 不會說很單純的 只能從考試的成績其中 或那個一般的考試去看到說他成績多少 因為成績多少 數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會了沒 我們要交給他那些重點 好 交給他重點 那如果同學表現好的 像比如說我們看另外一個在這邊 如果同學他有先預習的 我還給他鼓勵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 看的比較多的 我就說他很認真 只要有開始看的 雖然他很少 可是有開始看的 也是個好的開始 這也很重要啊 同學要鼓勵啊 老師也要鼓勵啊 對不對 所以因為上課也可以幾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 他這個地方 在這邊 比如說我給了幾個 我們就可以給獎勵啊 或是要他不要太混了啊 對不對 就是多一些互動啊 多一些互動 所以這個也不只是 只能在什麼 電腦教室可以用 一般教室裡面一樣是可以用的 一樣是可以用的 因為現在大部分大家 老師上課 同學 通常都低頭嘛 不是很認真型 而是都在看別的 但是如果說您開放他 可以用手機 事實上他也有手機的頁面 一樣是可以看的 好 那等於說您就不用說額外 因為我知道還有一些所謂的數位學平台 都做了這種所謂的翻轉學習平台 他是搭配APP的 用APP當然也有好處 可是OneNote這邊他選擇的是提供行動網頁 行動網頁就不用安裝APP 他只要能夠上網就好 好 就都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先跟老師們稍微分享一下 有這樣子的 那在暑假的時候 我幫OneNote呢 有錄製了一系列 就是這種教學的影片 您可以從這邊 這裡可以看到 也可以從這裡 我們在右手邊 老師您的進來就在右手邊這裡 會有一個課程 一個課程 這裡也可以連結過去 或者您也可以到我的這個學習網 到我的學習網裡面也可以 像我最近就是寫了一個螢幕畫筆的 就好像您現在看到我在用這個 喔 只介紹免費的 所以你要付錢給我 我雖然很享受 我也沒辦法收 因為這些工具你網路上就找得到 只是我幫你找到比較好用的介紹出來而已 那您到這個OneNote翻轉學習區 您可以看到我在下面這裡 其實我們在移進區那裡也有 我有很多開放課程 所以您也可以在上面去看 公開的群組 往下走 這就是我幫他錄的 就是針對註冊的部分 您可以怎麼註冊 是用訪課的還是用付費的 一般的 都可以 那另外呢 學生怎麼做學習 學生怎麼做學習 他有問題的時候怎麼做 那同學也可以自己看到自己的什麼 學習的進度 這些資訊都是公開的 好 那另外呢 老師要做備課對不對 備課怎麼做 所以我們把這個 情境的部分都把它分開分好 那再來就是您做所謂的班級的經營 我們的群組 就像您今天加入的群組一樣 做班級經營 您可以怎麼做 您的教材怎麼放進來 甚至他有跟Google做結合 您如果是交作業的話 可以直接從OneNote裡面直接就傳檔案 不管是哪一種檔案 就直接傳到雲端硬碟上 所以老師在收集作業相對變得簡單 也變得簡單 那最後呢 當然您用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就需要比較進階的技巧 所以這裡另外再準備了 你可以怎麼樣去使用這些小技巧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好 那接著呢 剛剛老師已經體驗過了 他註冊方式有沒有還蠻有彈性的 即使您今天用訪客的也沒有關係 反正點一下就自動產生的代碼給你的 那你要多少次都沒有關係 好 再來 那麼在OneNote裡面呢 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 他有分 有分什麼 有分所謂的課程 老師呢其實您在這上面 事實上不只是只有看到我的 您會發現在課程裡面也好 在群組裡面 也沒有很多其他別人的 因為呢 現在這個就是 這個平台 他原本的主要使用者是針對誰 國中小 就高中、國中、小學 但是大專上用也很好 因為我們就是需要這些翻轉的工具 你把它當作是工具就好了 那他下面這邊呢 有很多 他有幫我們做一些整理 這是一些 那如果是這裡 這裡這兩個 這個就是您已經訂閱或者自己建立的 或者自己建立的 別人的是在這裡 別人是在這邊 所以今天如果看到我有喜歡的 比如說這個我有喜歡的 您也可以用訂閱的 幫他訂閱 那訂閱跟沒有訂閱差在哪裡 沒有訂閱可不可以看 可以的 沒有訂閱你還是可以看喔 不過他這個現在沒有內容 他只有那個 就下面 在這裡 點開 像這個 有沒有 您有沒有覺得下面這個表 看起來蠻熟悉的 Excel對不對 可是這是什麼 Google上面的Excel 對吧 所以那個內容就直接呈現出來 那麼有訂閱跟沒訂閱差在什麼 差在學習紀錄 沒有訂閱 沒有訂閱單純看 有訂閱 你學習的多少 你可以做筆記 那筆記可以是文字式的筆記 也可以是拍畫面的筆記 拍畫面筆記 所以這個地方待會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可以稍微試看 那這個是課程的部分 群組也是一樣 也可以加入 就像您剛剛加入的一樣 不過我必須承認喔 大多數的人都比較怕開錯門 進錯教室 所以通常 因為其實我開放的這個群組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會發現 真正會進來的不會太多 因為大家都怕進來會打擾到我們 即使我已經開放了 請問訂閱也好 或加入群組可不可以退出 當然可以啊 不喜歡走錯門抱歉 就走啦 對不對 嘿呀你就離開啦 就不會受到他繼續打擾吧 嘿呀 只是真的大家不太習慣 大家不太習慣進到別人的課程裡面去 好 那這個是我簡單先針對OneNote的部分 所以我把簡報裡面 我沒有逐一這樣直接講 但是呢 稍微讓大家比較快的 同步看到OneNote那邊大概的怎麼操作 有沒有 好 那我想我簡報就先暫時到這邊 等一下呢 我們就一起來用看看這個OneNote裡面的內容 好不好 來 還給你 來 還給你 來 還給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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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